这一件上面有些它的颜色都是很很浅色系的 它这一件上面的颜色 比较適合春夏的颜色 颜色就是浅浅的 我身上这个是很浅很浅的 这个Ross Pink 浅浅的Ross Pink S 对 然后这一个是Grainage Brown 浅浅的灰赫色 浅浅的灰赫色 这一个是Light Mint 然后再来就是白色 所以你看啊 所有的颜色 它的颜色都是很浅的就对了 你这样子看 你会觉得Grainage Brown跟Pink有点相似 如果这样子放眼 我身上穿的是Ross Pink 这一件是Ross Pink 浅浅的Pink 这个是Grainage Brown 白色 最容易分的是白和这个Light Mint 很浅的Mint 先看它的款式先 它前面是这样子折的 有款式的 然后前面这样子Pinked 左右两侧 所以我讲啊 99零几买到这个Premium厂家的是非常划算的 因为它的车工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前面这一边啊 Light trim的款式就是这样子透的啊 没有Lightning啊 落影落线啊 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子落影落线的 你才下单啊 不然的话 你可能你里面穿的时候 你只要需要穿多一个内单 基本上我是没有啊 就是里面我就穿了normal New color的bra OK 对我来讲我是可以接受这样子 然后袖子这边一样是有Rubble elastic 然后袖子这边一样是这样子有Light trim 走后面 它是后面扣开了 然后隐藏拉链在后面啊 一样是有拉链啊 由上往下啦 OK 穿了这样子同头套 衣领呢 它就做了这样子木耳边的衣领 所以它这样子的衣领非常好看 尤其是如果你来叠穿啊 这样子的衣领是非常棒的 袖子是刚刚好就是在elbow 就是在这个elbow的这一个part OK overall整体啊 该折的地方都折完了 袖子露露露露露露露啊 都折到完了OK Rubble elastic在这一边 下摆这一边一样也是有做了这样子 木耳边的修 修下摆这一边啊 好 一样这件衣领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打印的 跟着你的尺寸下单 这件衣领注意 你穿m还是l了啊 93 助理是穿lsize啊 因为这件上衣没有弹性啊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 它有弹可是是很微很微的弹 OK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穿l 我是穿着s OK 再来讲呢 可以接受它微微有点透 它不是透 就是落影落现这样子的 OK 就可以带走这一件 因为它所有的颜色都是浅浅的 OK 我身上的这个是Ross Pink 基本上刚才我穿的一个裤子也是衬着 啊 来 刚才谁买了这个Pink塔的裤子 你可以直接配上这个Ross Pink的上衣是非常大 因为它上半层的Pink是浅浅的Pink塔的 来我先换 呃 Grain Style给你们看先 所以说 这个的面料是属于一个纯形的面料啊 之前我们是没有用过的哈 呃 呃 就是说面料方面确实是说 呃 落影落现的哈 包括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呃 那些说可能说 呃 比较保守的 我就建议你们里面加个那个 我是可以接受啦 我是可以接受 只是给那些说 因为前面呢 前面它就看起来会没有多透 所以前面它这边啊 它都会这样子 它这样车 它是一层一层的 后面啊 你会看到它就会比较Pink 可能说 呃 后面那方面你看到会比较透 的话 如果啊接受不了 你就需要里面打一个背心 呃 为什么这个款式我啊 其实比较我穿M穿到嘛 是可以的 只是说穿在M 可能它会比较贴一点点 加上这个面料只是一点点糖衣 这样子的款式 我们就建议你不要穿贴身啊 不要穿贴身 所以穿起来就整体就没有多的好看 建议你必须说 穿快速啊 所以我穿的L size 是有这么多的空间啊 我穿L是有这么多的空间啊 我建议你们这个就是说 下单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会比较好 毕竟它只是说 弹力方面只是一点点弹啊 所以说我是穿的L size 是有空间给你的 穿的是不会累 不会压胸啊 不要穿贴身啊 这个款式不介意你们穿贴身啊 这一期找着Pink厂 比较上衣 这个是纯形的款式啊 之前是完全没有过的 很建议你们带走这个款式 它整体比起就是说普通那些 它的质感来的会比较好 加上就是说它的侧风方面啊 面料方面也是属于比较上好的啊 所以说来自这一期找着这些 比较高档一些款式的上衣 这一件强力推荐你们带走 我是穿着L 它不是Cotton的 它是雪房 它是雪房面料 因为它不算是Cotton啊 它比较偏向雪房面料 然后说它是微微有一点点的弹力 OK 可能待会给你进看一下面料啊 它算是 对比较偏向雪房啊 这个款式 这样子啊 因为我的大衣服啊 来我身上现在画了 最坏面料 我在身上画了这个 浅浅的Granish Brow啊 OK 四个色都是浅色啊 一个款式 静靠它的面料啊 它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厚深一点点的 诶 这个Ballet啊 属于一个比较厚深的 雪房面料加Lace Trim啊 OK 很特别啊 它是纯新的面料 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哦 不然它看出它面料好像有texture 这样子的啊 对 它的面料看出很像有texture 这样子 像来讲啊 它落影落线的地方 是在这一边Lace Trim的啊 OK 它这边是透的啊 你落线这样子的 OK 我身上画了这个Granish Brow 怎么搭 可以搭回刚才那个裤子 还是搭 待会我们会介绍的 这一个长裙 胖裤脚的西装裤 一样 所以记得 如果你是卡马 这个需要拿大 不可以拿小啊 穿这些 这样子的款式 都借你们穿宽松 不要穿贴身哈 因为这边它前后啊 都是这样子木耳边的款式 拉链是在后面 有上往下啦 还有多一粒扣扣 扣在这边 我没有扣 因为反应的待会我也是要破的 OK 袖子是有Rave elastic的 我是穿着S 然后助理是穿M size 然后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 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 大衣服 那些不喜欢大衣衣服的 你把上衣放出来 它一样会有款式 可是如果你不想大衣的话 我就不介意你穿这样子宽裤脚的 你穿那种窄裤脚的会比较好看 OK 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先啊 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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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浅的那个 带青啊 所以主播它是放 我们颜色是放Light Olive Light Green Light Green 你去看 Light Green Light Green 所以说我身上这个是属于Light Green 非常非常浅的青 它的浅色是带那种莫力青啊 浅浅的莫力青 非常纹雅 对我来讲 这个颜色是属于一个非常纹雅的颜色 所以说这个色 如果你叫我推荐的话 我会推荐我身上的这个色 Light Green 非常非常浅的青色 4个都是浅色啊 就要看你自己去配搭 就说下半身你要搭什么色 大家可以说这种它的经典色 会是白色 OK 白色会是它的经典色 要比较出彩 要比较女人味的 OK 带走这个非常非常鲜的粉 然后说你要比较文雅的颜色 带走我身上这个Light Green 还有一个就是Grainish Bar 属于4个色里面 它是效尾比较深色一点点 OK 4个色啊 4个色 然后女人味的带走这个粉色哈 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记得 我建议你们里面打个内搭 或者是说小背心啊 看个意思啊 它后面确实就是看起来那种落影落线啊 你可以看它的吊牌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哈 能接受 我们很坦白啊 能接受在下单啊 能接受在下单啊 因为有些人是比较保守 所以完全接受不了 那么你就要跳过 当然这个呢 前面的话就不会这么的透 因为它前面这边 它比较多折 所以前面就还好 就是说 能接受到下单啊 可是我是会自留啦 因为很特别 加上我就喜欢它这个的木耳边 啊 木耳边这边 尤其是说 呃 可能主播哪个外套 它就能看它整体的感觉 因为我们之前有类似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的颜色是比较 黑色啊 白色 这个颜色比起之前 它会比较多 选择是它是比较粗彩的 柔柔的颜色哈 来 我换了样式 换了这个light mean 浅浅的 mean color 所以谁买了 待会买了这件 价钱是99啊 这个上一价钱是99啊 厂家规定的价钱 因为它是来自premium厂的 这种款式呢 你去外面会比较少看得到 因为它很多时候 它是批到去国外 还是说 它到了一些店面 你才可以看到的款式 99 基本上呢 四个色 都是浅浅的颜色 就对了 就是很soft很柔的颜色 袖子这边是这样子有 拉贝拉西 朱里是穿L 然后我是穿M 它袖子S size 袖子这边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 落影落线的 中间这边 这样子的 然后这样子的 后面就属于比较 plank这样子的款式 面料是全新的面料 之前完全没有用过这个面料 我身上这个是浅浅的面料 一样是搭得到 你看面搭卡 一样是搭得到 搭得到 搭得到 比较柔的颜色 比较大地稀 好的配搭 OK 我身上的面料 来我去换白色 白色搭到白搭 好吧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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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款式啊 如果你要当内搭 是适合的 OK 是适合当内搭的 一个款式来的 OK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面料 是属于比较轻盈的面料 再加上呢 它就算是有袖子 它是属于比较薄的面料 它是适合说 当跟内搭来搭 啊 好的 一下子啊 可能要4个色 好 卖在一起 你就比较能看它的区别 哈 来 Granish Brow 是这样子非常浅啊 可能镜头上面 我这样子比较啦 你会觉得 就看得出 这个是粉啊 这个是Granish Brow 然后我身上这个是青 OK 这个是Granish Brow 会相似啊 只有我们发生了 那个口配 你才会看得到 它的颜色区别在哪里 真的是很相似 尤其是这两个色哈 它面料是属于微弹啊 锈口 锈口是有可以拉伸的 不用担心锈口太窄哈 它是可以拉伸的 OK 它是可以拉伸的 它锈口 来自Paymium厂家 这个价钱 RM99 是非常划算的 OK 刚才讲的 锈口这一边是有 Rubber Elastic 我现在身上换了 白色 白搭就不用多说了 一定是白色 其实它四个色都很容易搭 OK Michelle你的是Lightman Lightman浅清的L 我留给你了 白色 我穿L 我穿L 是有比较多空间的 因为这一种面料呢 不介意你们穿贴身 当然你叫我穿M 穿得到吗 只要你的上位 没有超过93 是可以穿得到 M 只是说如果94 它会比较贴 没有这么多空间 就没有这么多 怎么说 就说没有这么的 你的动作就不能太大 所以那些需要穿三件式的 你把这一件当写的内搭 非常好看 就是它衣领 特别是在它衣领 穿上去 就是它木耳边 微微的录出来 扣起来的话 然后它这边是有款式 我们之前有个类似的 也是这样子的 可是它颜色选择 就没有这么多 这个的颜色选择 就会比较特别 所以说要当三件式 拿来当内搭 这个是非常的深 上次那款是没有了 价钱是一样的 也是99 来自另一个平门厂家的 所以说 如果你们要当上衣 或者是当内搭的 99 这个是适合 可以也没有问题 我身上的白 面料一样是 就是这样子 落影落线的 它的透度就是 前面看没有这么明显 没有这么透 前面就还好 是因为它比较多折 后面你就会看到 效果比较透一点 可是因为我穿到裸色性 内在美还可以的 所以那些怕透的话 里面穿一个 那种 spot bra 之类的还是tube bra 不然的话 如果你可以接受 这样子贴 这样子比较透的 我觉得是ok的 只要里面穿我色 是ok 我身上这个是白 我身上这个是白 这个是浅浅的lightning 这个是ross pin 浅浅的ross pin 非常浅色 这个是greenish bra 然后这两个像是 像刚才讲的 你这样子放啊 三个色才看到区别 对啦 你看啊 这两个色也很接近啊 看到吗 这样子三个色放在一起 你才看得出它的区别 相比之下 你这样子看 粉色会比较outstanding一点 这个比较粗彩一点 这样子来看的话 四个色都是属于很soft 很柔的颜色 所以要女人味一点点的 你们可以选择戴着粉色 ok 那么呢 就是说 想要比较就是说 那种日式的配搭 你戴着greenish bra 你要比较纹雅的颜色 带走这个light mint 还有就是比较属于经典色 就是属于白色 ok 四个色 跟着这里的尺寸下单 这一件是穿L3 我是穿L 我是穿L 是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这个款式 如果你的上位是93 你可以选择带走M 可以啊 因为我制作 如果是我穿的话 可能就是说 穿M的话 它就会有这么多的空间 会比较贴 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款式 我还是这些时候穿宽松一点 会比较好 毕竟只是一点点的抗力 它抗力不大 这个面料 基本上也只有Premium厂家 会出这样子的款式 对啊 所以你们要找这样子的 衬衫 这样子的上衣 比较少看到 市场上是比较少有 这一些 所以说不要错过 对啦 只有Premium厂家 上一次对上一次 我们也是Premium厂家的 ok 来一秒的话 就介绍我现在生餐穿 这一段